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抵触 理由书 申请人曾愿其主张其于中华民国96年9月23日因持续高烧 至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就诊并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经诊断为弥漫性非结核分歧感菌及恶性淋巴流 使用含AMIKACIN成分药品 爱梅素 治疗产生听力丧失之耳毒性药物不良反应 于97年1月14日经医师诊断为双侧听力丧失 诊断证明书记载 双侧感觉神经性听力丧失 药物成分AMIKACIN造成 98年8月13日经鉴定为重度听障及中度之障 次于98年10月12日申请要害救济 经改制前行政院卫生署要害救济审议委员会 现改制卫卫生福利部要害救济审议委员会 99年6月8日第128次会议审议不符合要害救济之要件 行政院卫生署以99年7月6日署售十字第919148756号书函 下称员处分减送审议结果及会议记录 请财团法人要害救济基金会议审议结果及要害救济等相关规定办理 申请人不符 提起诉愿 经行政院院台素字第9190108400号宿愿决定不回后 提起行政诉讼 按经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素字第421号判决撤销 宿愿决定集园处分 并命应做成准与申请人要害救济申请之处分 后遭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自第66号判决废弃前审判决 发回更审 经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诉更疑自第49号判决不回 即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自第485号判决 下称确定中局判决一 以无理由不回上诉确定 申请人复旧前接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提起再审之诉 经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自第780号判决下称确定中局判决二 已无理由予以驳回申请人任确定中局判决一 二所适用之药害救济法第13条第9款规定 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不得申请药害救济 9.常见且可预期之药物不良反应 下称系征规定排除正当使用合法药物 却因常见且可预期不良反应而受有要害之人获得救济 未受规范人民所无从预见 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 亦欠缺合理立法目的及正当性 与比例原则有违 并抵触宪法第22条及宪法增修条文第10条第7项 第8项规定 向本院申请解释宪法 和与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建法 下称大审法 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所定要见相符 应与受理 原作成本解释 理由如下 国家应重视社会救助 福利服务 社会保险及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工作 对于社会救助等救济性支出应优先编列 宪法增修条文第10条第8项定有名文 国家所采取保障人民健康与医疗保健之社会福利救济措施原有多端 为使政当使用合法药物而受害者 获得及时救济 要害救济法第1条参照 原设置要害救济制度 对于受要害者 于合理范围内给予适当补偿 及其势力 亦与宪法保障人民生存权及健康权 本院是自第753号解释参照 之意指相符 法律明确性之要求 非仅止法律文艺具体详尽之体力而言 立法者于立法定制时 仍得横拙法律所规范生活事实之复杂性 即适用于个案之妥当性 从立法上适当运用不确定法律概念 而未相应之规定 以本院立来解释 如法律规定之意义 自法条文艺 立法目的与法体系整体关联性观之 非难以理解 个案事实是否属于法律所欲规范之对象 为一般受规范者所得预见 并得经由司法审查加以确认 即无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 本院是自第594号 第617号及第690号解释参照 细征规定所谓 常见且可预期之药物不良反应 细数不确定法律概念 常见可预期之意义 依据一般人明日常生活与语言经验 尚非难以理解 而药物不良反应 于要害救济法第三条 第四款意义有明确定义 又一般受规范者 及病人及其家属 一系征规定 纵无法完全确知其用药行为 是否符合请求要害救济之药件 唯应可合理期待 其透过医师之告知义务 及医疗机构 医师与诊治病人时 应向病人或其家属等 告知其病情 治疗方针处置用药 预后情形及药物可能之不良反应等 医疗法第八十一条 医师法第十二条之一参照 药带上标示或药物仿单上记载 就用药之不良反应之可预期性 发生机会及请求要害救济之可能性等 可以有合理程度之预见 令常见 可预期之异议 主管机关参照国际规类定义 将不良反应发生率大于或等于百分之一者 定义为细征规定所称之 常见 改至前行政院卫生署 100年10月7日署授识 第十一零一百四十万四千五百零五号 含参照 且前接标准业经药害救济法 第十五条所定之药害救济 即审议委员会所原用 于实务上已累积诸多案例可供参考 是其异议于个案中 并非不能经由适当组成之机构 依其专业知识加以认定及判断 且最终可由司法审查 予以确认 纵上 细征规定于法律明确性原则尚无不合 本院解释对于社会政策立法 因其涉及国家资源之分配 向来采取较宽松之审查基准 本院是自第485号及第571号解释参照 关于要害救济之几副对象 要见及不与救济范围之事项 属社会政策立法 立法者自得斟酌国家财力 资源之有效运用及其他实际状况 为妥事之规定 享有较大之材量空间 查细征规定将常见 且可预期之药物不良反应 完全排除于的申请药害救济范围之外 细基于药害救济基金之财务平衡 有限资源之有效运用 及避免药商拒绝制造或输入某些常见 且可预期有严重不良反应 但确实具有疗效药品之考量 卫生福利部104年3月26日 布售十字第十亿4140万0607号 含参照其目的选属正当 另因药物之药理基转 本身及具有一定之可预期风险 且如前所述 透过医师之告知 药带上标示或药物仿单上记载 病人及家属可有合理程度之预见 基于风险分担之考量 细征规定将常见且可预期之药物 不良反应排除于药害救济范围之外 有助于前开目的之达成 并无险不合理之处 与比例原则无为 是细征规定与宪法保障人民生存权 健康权及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 第八项国家应重视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工作之意志 尚无抵触 墨查对常见且可预期之药物不良反应 细征规定不给予药害救济 细因考量病人及其家属对药物不良反应之发生机会 以有合理程度之预见可能 而作出承担风险之自主决定 则细征规定与解释适用上 有关机关 够一应确认使用药物时 病人及其家属的经医疗专业人员充分告知或阅读药带 访单之计在后 于合理程度内有预见该药物存有常见且可预期不良反应之药害之可能 自属当然 又查细征规定故与宪法上无违背 为相关机关仍应需横一药产业整体发展趋势 要害救济制度之公益及永续性 与社会横平原则及社会补偿合理性等情势 事实检讨细征规定有关要害救济给付之不与救济要件 且不应过度扩张要害不与救济之范围 阻绝受要害者寻求救济之机会 又申请人所主张细征规定违反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第七项规定部分 经何与细征规定无设 均并辞指明 申请人令主张改制前行政院卫生署100年10月7日 署受十字第十一零一百四十万四千五百零五号 还因违反法律明确信原则而有违宪一亿部分 上南卫以具体指摘客观上有何抵触宪法之处 此部分申请 何与大审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不符 一同条第三项规定 应不受理